好,在这一边呢,我们要学Graph of Function involving Modulus Sign So, Modulus X呢,其实我们在那个MX From 4 Chapter 1里面的Function就有学过了 然后呢,其实它是这样了,其实它这个这样的一种写法呢,我们叫做Piece Y Function 就是说它其实是分段的,OK,它有两段了 So,呃,它,我们知道Modulus X的Function是这样的 然后过后呢,我的Y等于X是这个东西,然后我的Y等于-X是这个东西 然后,呃,Y等于-X,Y等于-X其实是怎样的,Y等于-X呢,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Function OK,它减2的时候,它去到那个,减2的时候它在2,然后2的时候它在减2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说大过0的部分是这一段,OK,所以它拿的是这个 这个,这个是Y等于-X,大过0的部分,X大过0的部分,大过等于0的部分,它是拿这一边 然后,Y等于-X小过0的时候它是拿这个,所以它合起来就会变成这个 OK,OK,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这个是看起来是一个V的形状 其实它是PieceYFunction,PieceYFunction等下我会更详细的讲,OK,所以它这一个其实是这两个合起来 然后Modulus或者是另一种简单的方法也就是把简的地方反射上去,reflected at the X axis 反射上去,OK,呃,它是reflected about the X axis,OK,好,然后在这一边呢,它叫你Sketch X square-3X加2,OK,呃,在这一边我们就是Sketch这个东西咯 So,我的X等于0的时候,它在这边X等于0的时候Y等于2,这个是我的Yintercept,这个点 然后我的Y等于0的时候,就是找它的root,它是1跟2,这两个root 然后我的A其实是E,所以它是笑脸的,这样,OK 然后,呃,另外一个Diagram,Sketch这个东西,它就是把这一个反射上来,OK 所以你只要这样把下面的反射上来,它Modulus就是把简的部分反射上去,Positive的造写,这样就可以了 好,OK 好,OK